第九题 利用乘法公式来完成下面的空格 好第一小题 括号x-4括号平方 好这个呢就是a-b括号平方 好那a-b括号平方呢 我们把公式写下来 a-b括号平方 等于a平方-2ab加b平方 好所以呢我们就按照乘法公式的话 这里就是x平方减掉2ab 所以4x乘2嘛 所以就变8x 最后加b平方就是4的平方 所以加16 所以我们的空格这里的部分要写多少 这里要写8哦 因为它负号已经写在外面了 所以这个空格要写8 那这个空格呢要写16 好第二题 x平方-16呢 它是什么 嗯16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x的平方 减掉4的平方 那我们很熟悉啊 因为这个乘法公式超好用 是什么 a加b乘上a-b 会等于a平方-b平方 好所以我们这里就利用这乘法公式 回推回去的话 就可以得到x加4乘上x-4 好那我们的空格要写多少 加跟减都有咯 所以我们就只要填上4就可以了 好再来第三题 括号x加1乘上括号x平方-x加1括号 会等于什么 好这是三次方的乘法公式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背起来的话 那没关系 我们就动手来乘一下 第一个x三次方 再来减x平方 再来加x 好那再加x平方-x加1 好那我们这边呢 整理过后就可以得到x三次方加1 那这个空格的部分呢 我们就填上1 好那这个公式呢 是三次的 那你要去记 不好记 你就慢慢乘吧 那除了加的 还有一个减的 在我们的第四题 a三方-b三方 会等于 a-b乘上a平方加ab加b平方 好那这要怎么记呢 这个第三题的我也写一下好了 a三方加b三方 等于a加b乘上括号a平方-ab加b平方 能没有发现它哪里 不太一样 如果这边是减的 这里就是减的 这里是加的 这里就是加的 然后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差别在一个加号一个减号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前面是减的 后面就是加 前面是加的 后面就是减的 所以你就是记得 如果三次方的这个 前面这部分 这边是加的 这边就是加的 然后后面就要变 减的 这边就是一样是减的 后面就变一下 好所以我们的第四题 a三次方-64 它就是a三次方 减多少 64是谁的三次方 4的三次方 好所以你看这里是减的 我的公式呢 这边就是减 然后面呢 就是加的了 好 a平方加ab加b平方 好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填进去 这个空格就是4 这里呢 也是4 这里呢 是16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